現在我們身處的就是葵芳的宮廈 就是Angus的瓮啤釀酒的地方 這些一桶一桶是甚麼可以介紹一下 可以 這些是發酵筒 它裡面是釀的啤酒 現在釀的這款是IPA 是一種很傳統的啤酒 啤酒花味比較濃 啤酒苦一點 這款PLL是一種很基礎 Basic的啤酒是比較濃厚的 這個叫Rich Elk 麥啤 是小麥啤 它是比較清爽一點 還有Creamy的味道 就簡單一點 這兩桶有公仔頭的甚麼材料 這兩桶很厲害 這兩桶是專為盛紮的啤酒 是給新年 可以透露一下甚麼口味 暫時不行 這個是很特別的味道 它是很適合防新年 很適合新年人的啤酒 好 大家密切留意 新年之前我們會釀好之後 就會公開發售 通知大家怎樣買得到的 記住嘗試我們城寨第一次 找Angus製作的啤酒 我們剛才看新聞也看到 元朗的Yoho Mall 有一位年青人在警察追捕的時候 在商場高處墮下 現場消息說他的意識是清醒的 我們希望他可以沒事 大步濫過 這次他還是二樓的 對 二樓跌下來 也在天星碼頭 有很多市民開始聚集 沿著星光大道走 秩序是可以的 我想再說一次 如果警察以為這樣 可以兇到一些人的話 元旦一定會很嚴重 幾天之後 這就是警察 你這樣去搞那些小孩的話 元旦必定會很嚴重 我看你三萬警察裏面 你可以用到幾多人在現場執法 我不覺得那些出來 很多是和理非的 不會故意去裝修 去燒車站 最多就是舉一下五隻手指 唱歌 喊口號 那我犯了什麼法 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用這樣的方法 因為警察在現場 任何拘捕一個人 一定會反撲 就必定會反撲 你要想回那個處境 就是這半年來 警民衝突 已經是積累的仇恨 沒有解決過 整班官都躲起來 不去解決這個問題 剛才你舉的例子 就是很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當日支持新疆的 你衝進去人群那裡 抓住槍那個 沒有人的 記者為主 不要說什麼 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當年都跟警察 搏鬥 尤其是人多的時候 我都不明白 你那些警察夠膽 五六個就衝進去 抓個弟弟 是不是 撲到彈 他們那種 aggressive的執法方式 已經是去到 因為過去這半年來 沒有懲罰 沒有得到任何的制衡 其實是 很簡單 以前拔警棍都要寫report 我想問一下現在拔警棍 大哥 不要說拔警棍 司空見棍 子彈都數不清 尤其是橡膠那些 射了多少粒橡膠子彈都數不清 海綿彈射了多少粒 每次報的數都不同 過去半年來 大家數一下 有多少單是停職的 沒有 放假就有 拿電單車撞人交通警 都不用 是吧 然後拔槍那些 黨媒支持 旁若無人 槍擊 近距離槍擊 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就變成英雄 KOL 然後政法委 政法委 就是大陸的 控制香港現在警隊的人 政法委的媒體叫做長安劍 微信號那些 就說如果警察有槍不開 就還是警察來的嗎 這樣說話的 告訴你 你以為這是大陸嗎 所以現在香港 比大陸還衰 坦白說 你看到茂名 大家看到的 其實茂名 那些示威者 激烈過香港多多聲 起碼都燒警缸 我前陣子 怎麼只是裝修 燒警缸 我告訴你 我前陣子有個 阿叔同學說 她太太就是茂名 原來在叫他們回去 我不是吧 因為他們在叫我們的口號 光復貿命 時代革命 厲害 還有人家 相對香港來說 是很快回應 馬上解僱那些人 馬上解僱了 馬上解僱了 四天結束 整件事 如果6月9日 你特區政府 聲聲默默 當我結束了 我當你五天了 沒有 我告訴你 茂名市 就是茂名市 廣東省揹了個鑊 停止了這個茂名市 還有上面的命令 火燒連環船都燒了 如果你看上星期 Reuters的調查報道 這次是政法委書記趙樂際 親自指令香港政府立法 整個陳同佳案都是假的 因為這個指令是2017年來 陳同佳案都未發生 已經指令因為蕭建華 在四季酒店夾走蕭建華 我們最初的估計 以為孟晚舟 不是 是蕭建華 2017年也是同時 十九大趙樂際 接任王岐山 做中紀委書記 他那段的爆料 使我聯想到之前 路透社拍了一段 就說林鄭辭職 林鄭在三月幾日 將會下台 其實兩段新聞 我後來細心研究 是有互相衝突的地方 如果中央下了指令 叫這隻馬仔去執行的時候 他也是執行上面有差池 你叫他什麼非 社團來這樣運作 那倒是 即是謀命 社團叫你斬對家的人 斬完之後發覺大件事 掉了 斬死了人 然後警察 你都要交人出來 要整個銅鑼灣關燈 字頭要交人就會交你出來 這個就是黑社會運作的邏輯 所以你覺得沒有矛盾 沒有矛盾 一定要交人 在共產黨的角度來說 你只是一個利用員的廢子 真正的隱形 後勤師變成隱形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老公出來反撲 他老公 我和林兆波擔心 我擔心他好像是鄭若驊那樣被送中 你問我 很慘 你知不知道鄭若驊是 中領館由倫敦夾他回去 夾他回去北京 他說要看醫生 天天煮餃子給他吃 他回來的那段幾個招待會 是肉麻到 又是國家 祖國的首都 我飛回去 讀稿 你明白嗎 要他逐個字讀出來 然後上面有人看著他讀的 所以我就說 如果網民要拯救前線勇武手足 第一個要拯救林兆波 看看他會不會被送中 我覺得 如果你想想 這個講法是真的 即是說警察的後台就是政法委和中紀委 這個全部都不是主理香港事務的官員 這一班從來都不是在中港關係裡有say的人 這班就是習近平的武裝力量 其實是公檢法 武裝力量 即是說整個送中由2017年開始 趙樂際都是那隻棋 都是他手探 因為習近平捧他上去取代王岐山 但是最大的危險就是 你將香港的國際城市 將內地的一套給內地更嚴 你以前更勁地引用在香港 你說港澳辦 廖輝好 到這個 廖輝之後那個太子爺是誰 太子黨那個 廣澳辦主任 我忘記了 那四眼的大叔 拿著袋衫 拿著袋送 在這個月潭走來走去那個 全部都是官僚 官僚的決策很簡單 他們盡量以什麼鑊為主 大事化小小事化沒有 廖輝的年代香港問題就是這樣處理 很快就處理了阿董 最後才用武裝力量 絕對不會用 最好就不要用 但是你看到現在是什麼 當政法委和中紀委去處理香港事務 中聯辦廣告辦那些全部只是輔助的性質 那就瘋了 鄧炳強上完經下來就一樣瘋了 為什麼在選舉之前 你問我張曉明知不知道 區議會選舉之前 你搞和中大理大事件 含包散的 絕對知道 因為他們做鋪 我覺得他們這樣想 我覺得他們最後覺得自己是成功 為什麼呢 成功沽了四成的票 後來我再研判的時候 我們將在他們的手上拿過來 我在11月24日的分析就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票去蓋過去 所以他們的想法就是 這個部署就是令到大家覺得很不方便 剛才你說的交通燈 隧道也過不了 然後年輕人突然變成這樣的抗爭的手法 是他們想拿一些票過來 他就想不到 反彈的 有的香港人 那個理大 理大慘案會這麼厲害 大哥 當年南韓都不敢攻進去大陸 六四投性 六四投性 不敢攻進去北京大學 六四都是等你們出來回鄉 告狀而已 哪有這麼夠膽 所以我就說 如果鄧炳強後面沒有中紀委 沒有政法委撐腰 絕對是一個香港人出身 中文大學畢業的人 怎會做這些事情 你師兄 他做工我一班 不過不是同一個學 是崇基社工 崇基社工 你想想 就是撐完腰後下來 那就是發癲 他所謂說 剛柔並濟的意思 不是剛柔並砌 我意思是 剛的照行 油的什麼 就是星火 大哥 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動星火之前 其實王東勝 是率領匯豐高層去見港澳辦的副主任 負責香港財經金融事務的副主任 當時是靜靜發新聞稿的 匯豐沒有發新聞稿 是港澳辦自己發了張照 討論什麼都不說 是整個匯豐高層去港澳辦 坐下來摸底 11月就動星火 7、8月那時候都聽到了 11月就動星火 幾個基金那時候都提醒 包括星火 預先已經預告了 他們的戶口會凍結 不是 預先預告了他們的戶口會取消 接著實際行動的時候就是凍結 這件事其實對於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方 是幾匪夷所思的 除非你是有很實際的證據 我凍結完你之後馬上庭 他現在沒有所謂 我想如果你給郭聲昆這些 所謂的鎮壓派 就是政法委的書記 趙樂際中紀委書記 他只是打的 他那些不是文官 他不會跟你說程序公義 當然不會 他一出就是打的 一出就是抓的 所以全個香港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局面 他嚇壞我們很多香港人 因為兩個基金都有數以萬幾個人捐錢 其實他在嚇壞我們就是 你不要繼續捐 你捐的話就會燒到你那裏 還有我積了你的網 因為你全部在銀行有交易紀錄 然後你回到大陸的時候就逗你 過檢的時候 叫你埋房子坐在那裡等 這個就是所謂的 他在北外扶了幾招 所以為什麽很多人到現在 爲什麽半年來都不見政治解決方案出台 就是根本中共 現在主管香港事務的 根本就不是政治官僚 反而就是一些武裝力量 還有用公安檢察法律鎮壓示威遊行的人 就是我剛才說的 今次上京述職 坐在那裡聽的就是政法委書記 從來都沒有聽過 林鄭述職政法委書記會坐在那裡 我們這麽多年在香港參與運動裏面 我們完全適應不到 面對武裝力量的鎮壓 所以結果 結合了僵毒、藏毒、台毒 就是這樣 為什麽 因為香港人終於真正流血 面對六世這樣逃生 然後面對理大事件 大家當時中大已經想起六世了 你問我 更加覺得 尤其是經歷過六世的人 這次漫長抗爭的歲月 其實比六世更痛苦 一個超慢鏡的六世 對 我告訴你六世是六月四號 六月五號 我們那時候都是過半月左右 這次拖足半年 由四月胡耀邦誓誓誓開始 十五是吧 四月十幾號 然後是五四 然後五四之後就著火 都是過半月左右 過半月左右 總共 半年都未完 我告訴你 今天剛剛在半島外面放催淚彈 你想想 平安夜 在半島酒店門口放催淚彈 萬聖節在德福道放催淚彈 然後一方面就說香港經濟不好 怎樣怎樣 即是說 現在就是政法委 中紀委主導香港的時候 他管得你香港的金融中心 旅遊業什麼都好 全部靠邊站 我就說要打 打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打到你香港人害怕為止 但是這半年來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大家都豁出去 你問我 已經有六千多人 香港監獄五千多個位置 七千多人好像接近 七千多人 上個月都是六千而已 半年的時候 過完區議會之後 差不多每天都要 又不停在抓人 男女老幼 現在是無差別 所以這次這場運動裡面 我們香港人 如果六四加加起來 都沒有那麼多 我們比對下 如果這樣打下去 要打到你們害怕為止的方法 如果 我經常都說 可以的話 如果打大佬 打大佬就不是在街頭 跟警察衝突 我覺得 大家要想得 有智慧一些 政治問題 還是政治解決 打大佬 街頭衝突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貿民市政府 街頭衝突 就可以令到市委書記下台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揹飛 但是現在 既然是政法委 中紀委 主吹武裝力量 鎮壓香港的話 這個根本 就不是香港政府可以主導的 那些羅志光 邱騰華出來說 其實是浪費氣的 林鄭就想著去和援的氣氛 沒有用 今晚又著了 我那時候曾經做過一個形容 就是說 如果我們面對太神的時候 我們沒有理由去打拳 這個是我們在整個運動裡 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不是武鬥 我們是自取 所以我說打大佬是什麼呢 打大佬你要記住 一定要靠國際力量 如果你沒有國際力量的支持的話 北京距離香港這麼遙遠 就算鄧炳強也是一個condom 對他們來說 你滿手鮮血的話 到時他就要取消鄧炳強 鄧炳強也是接近退休年齡的 不是差很遠 他打你多少 5月3月4月 5月5月5月6月 5月6月 一定是 托鷹一樣 到時到後 隨便派一個政協垃圾位給你 就當安撫了你就算 接著美國民主人權法案的時候 就點他的名字 這是最大的機會 所以對他來說 你香港人殺香港人 對他來說 根本是不痛不癢的 很明顯警察就是白癡 他們自己甘願做棋子 所以就把警察總部大堂的電梯 裝了一個棋盤 然後把鄧炳強 在黨校訓練那幾個口號 叫做忠誠勇毅 就當作棋子 這句話是似內地的 一定是 一定是 還有什麼 像字頭 有一股黑幫味 還有最近有些人說 所有警察 在找人看風水 像大陸的東西 我想你看到很快 那些指揮官可能會流風水甲 可能 那些美子的手指甲 是嗎 那些叫風水甲 美子好像我那樣 短過這個蒙明寺 二指長的宮 不是 短過這一節 所以要留長的甲 就是長到過了這一節 很快 你看到那些 油尖旺指揮官全部流風水甲 現在他們 在警察局裡面 還有沒有怪關义哥 我想關义哥 都自己著草走了 看到他們這樣 但是你想想 如果他們 甘願做旗 我就說很簡單 以後 警隊裡面 改了名字 不要叫刑事情報科 不要叫反黑 不要叫重案做 叫忠字堆 忠誠勇毅 忠字堆 誠字堆 勇字堆 毅字堆 就像當時我們的社 社團 對 社團 一個大佬下面 孝字堆 二字堆 我覺得還影 像 黑社會很好 歐記這些 港英留下來的 全部抹掉 全部用字頭方式運作 反正你的行為 都是黑幫流氓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那你就打正其號 別人問你 你隸屬於警隊裡面 什麼部門 我忠字堆 你想想多有型 我偽字堆 是啊 委任證告訴你 可以給你委任證 我是偽字堆的 什麼什麼什麼 那就行了 不用編號 給個花名 佐敦之父 佐敦指揮官 就是佐敦之父 如果這個尤尖旺景 這個總指揮 就比較厲害 什麼叫做 雞腳黑 黑鬼得 那些就行了 用黑社會的花名 喂 大把 因為現在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在香港人心目中 沒有分別 現在我猜香港人 看到黑社會都不怕 黑社會沒有那麼壞 是啊 起碼有義氣 不是 黑社會不會無端端打你 還有道役有道 人家 他們走過 你不會因為這樣 無端端打你 我們以前七十年代就會 現在的黑社會 每個人都上了案 不會無端端 你說兩句 他就會打你 你現在警察 坦白說 黑社會都不敢在半島門口搞事 黑社會怎麼會在 盛志民的地頭搞事 蘭貴方有沒有人收拖地 你想想 為什麼沒有 你看他 因為有些沒有裝修的地方 和有裝修的地方 其實有時候都會看到一些端藝 我覺得 如果你要搜中銀 和那一百個地鐵 你賺不到 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警察也好 黑社會 他們的保安也好 沒有理由搜不到 怎麼會搜不到 你只是蒙面法通過當日 你都知道全香港會著火 剛才你說的 區議會選舉之前 這些所有事情都不做得很好 區議會選舉之後 明明就搞不定 無論路也是 全都鋪回來了 本來有磚在那裡 尼敦道是最明顯的 尼敦道City Bank Hong Kong Bank 那個交通黑點 有一個大大的Logo寫著 那個交通燈 沒有多久 至少兩個月 旺角朗豪方 那裡一直借過 太子那裡 那裡也很久 你問我 基電工程署全部不用交薪 那裡人命關天 為什麼 因為現在警隊現金坑 演唱會 陳奕迅要他批准 好了 中華總商會的公展會就可以搞 連銷就不可以搞 因為他不會發臨時娛樂牌給你 好了 你其他所有活動 地區要搞都好 都要警察批准 他現在根本上就是實質 是一個軍事政權 後面就是政法委中紀委 他想製造一個現象就是 攬炒 他現在是想攬炒 因為我們那時候說 他就是在配合大家的說法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你想想 剛才你說的幾多東西取消了 只是工展會 連銷攤位就只有濕貨浪灘 怕你們在那裡起控 很簡單 警察是中紀委和政法委 利用警察 是拆開了整個香港的正常活動 用這件事來轉換民意 但你覺得可以 可以的一組區議會做到 你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想過 紅磡隧道封閉 多嚴重 有 就是 但我覺得奇怪 就是為什麼不搞西 以及不搞這個 他打算一鑊過 就搞定 區議會處理前 就搞定 所以我說他維持四成 他這樣搞是有他計謀計算的 但你一對沖 那些人的憤怒 就完全消失了 他打算在立法會的時候 大家沒有那麼憤怒 如果你不想我們那麼憤怒 繼續湧出來的話 那你停吧 沒有的 他現在很簡單 他現在的政戰的心理戰是什麼 就是要所有香港市民 finger pointing to 那些年輕人 前線抗爭者 就是勇毅 是的 我們那句口號 為什麼呢 就是這樣 他其實已經開口了 林鄭開口 中聯辦開口 廣告辦開口 人民日報開口 就是為什麼和理非不跟我們割席 所以他要令到你寸步難行 商界的不能賺錢 駕車的不能過海 駕駛地鐵的夜生活的沒有了 然後折日 所有香港的商場是靠折日來賺錢的 開始有些人是承認不到的 但是我覺得你面對這麼不合比例的警暴的話 你忍耐都不行 大家都活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利益了 他錯判了一件事 他以為所有事情都是講錢的 區議會選舉 因為在中共眼中跟社團一樣 他以為有錢使得鬼推磨 在他的世界裏面 是沒有價值信念 沒有理念這回事的 只有利益 當你香港一般人的生活利益受算 譬如你開車就知道 爹 有沒有搞錯 我這半年已經很少差了 即是回家過冬水 也不搭地鐵 塞了半個小時 很模糊 那你想想 頂兄最壞都是示威者 他要你那句 搞什麼 算了 有的 都撤回了 我回答Uber的時候 是半個半個 因為他們穩定的 但是你是要有責任 我們跟他們解釋 那源頭呢 還有我覺得很多人 對北邊是有意見的 有情緒反應的 但問題是 我經常都說 這個不是在說利益 而是在說是非 是 當投票的時候 他在問的是非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原因是什麼 還有那個因果是來自的原因 是的 他低估了香港人的道德的水平 我覺得 他一直都以為 香港人眼中只懂得賺錢的工具 還有你以為我們全部都斷片 由6月殺到去11月12月 那些東西全部連貫出來 他以為全部抹掉 721呢 831呢 全部都連貫出來 你那些劇 是不斷地上映 提醒我們 還有你那些血債 越積越多 越積越多 演出一個地步 我告訴你 就算你封了三條隧道 都是不會切割的 所以政法委、中紀委 這些策略是徹底失敗的 在內地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內地的人 是眼中只有為利是圖的人 有價值信念的人 要是殺了 要是流亡了海外 要是偷渡來了香港 要是坐牢 或者是很害怕的 要是不敢出聲 但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 香港搞完之後 冒名 再加上這次回歸20周園澳門 你有沒有看到市民的大眾訪問 那些記者特意問他們 為什麼你覺得香港人是怎樣 他們是國際城市 我們這個地方很單一化 你這裡賺錢 賭場 其實某程度上 他對習近平那次的訪問 三日兩夜 都是一個反撲 對 因為戒嚴 戒嚴狀態 連輕鬼都停了 如果莫名 就是 剛才你的形容 就是那些人都本來是 計算利益 因為一個焚花爐 那也是利益 因為損害他們自己的健康 和樓價 但是習近平一直吹噓 就是自己制度自信 說這個更加是貼近民意 你連那個 那樣東西都搞不定 那麼民生的事情都 他民生的事情讓步 這個沒有問題 香港現在的這壇事 為什麼搞得這麼僵 這是政治問題 因為那個既然趙樂際的決定 是中紀委的書記 中紀委後面就是習近平 反而政治局的決定 習近平就可以卸了去集體決定 他是脫不了的 為什麼路透社這個報導 和新疆的文件洩露 給紐約時報 是因為兩個洩露 都是指向習近平的 亦都指向他的近身政法 是的 就是要動政法委和中紀委 你要記住 中共的權鬥 他不會鬥習近平的 他是會鬥下面的人 所以你的說法 有些道理就是 以前無論是廖暉等等 黃光雅 那些人會害怕 他們有理性計算 他已是解決問題作為基礎 而不是不斷地這樣製造問題 以為香港一個這樣的社會 可以透過武裝的力量去解決 我和那些人都說 我們輸幾代人 你是贏回來 沒有的 警察是輸了 我告訴你 黑警這個說法 是會 不只是我們這一代 我們下一代再下一代 都會留下這個黑警的 他一直想著 就好像六七年暴動一樣 總有翻盤的 警民關係會搞得很好的 我告訴你 六七翻盤是甚麼原因 有民眾支持 六七翻盤是港英在道德高地 這個跟今天是完全相反 因為 左派放炸彈無差別攻擊 去到一個地步 殺害了青銅街的兩子弟 整個民意就翻盤 一翻盤那一刻 港英就把支持者 總商會 工總 吳明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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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令到很多人站在港英那邊 整個民意逆轉之後 港英就來了 港英的鎮壓絕對是相當之暴力的 英軍和警察聯合行動 反抗的就地處決 可以槍擊他們的 甚至那些是沒有Carlo48 小事那麼少的 大家不要美化港英年代 入到新屋嶺 自打的 但是因為他在道德高地 我想說現在香港政府在道德低地 警察4時警方的PPRB 是沒有辦法自言其說的 就算你說為何發現浮屍的腳綁著啞鈴 死因無可疑 人們都已經質疑 為何要綁著啞鈴 死因無可疑 那時候我一直在想 如果一個政府連這些事情 大家都是半信半疑的時候 這個政府應該有問題 其實應該早已下台 任何一個政府 包括你不要說西方 包括泰國那些政府 其實已經下台 因為你無法執行政策 沒有市民的信任 你之後兩個選擇 一 重新大選 選過有民亡的人上去 二 軍事政變 軍隊堆壞民人政府 由軍隊正式執政 香港就不是 後面是政法委 中紀委 遙控著香港警察 整個詭異到不得了 那個大哥就不出現 然後在前面打的那些 就是自己人殺自己人 即是他用新疆的軍隊鎮壓新疆的人 剛才你說的民生 六七年都有民生的背景 政治的事情 其實是當年的中聯辦 因為想學澳門 一二三事件 澳督跪低 其實第一波學澳門就是一二三 一九六六年 組團的 你問工聯會的人 每個組團的學聯 工聯 府聯 全部去澳門學習 回來就大幹一場 提早收回主權 控制了香港的所有的社會和工商業 所以你想想 今天這場事情 很多人問 為什麼我會覺得沒有結局 結局就是 如果這個是一個大陸的武裝力量 利用香港 你當它是普宜的政權 普宜的政權 就用滿洲國的軍隊 後面就是日本的參謀本部 或者關東軍 去指使滿洲國的軍隊 去鎮壓滿洲的人民 一樣的 等於汪精衛的部隊 在南京裏面 用汪精衛的軍隊 去鎮壓一些反日的分子 就是這個東條英基 一模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越搞越嚴重 因為中共已經不准 用政治方式解決 不是說林鄭懂不懂 所以有些修訂 那時候的說法就是 她既不肯在政治上有很巨大的讓步 但是她也不想用解放軍 所以她就處理了 有些事情撿了 然後就透過警察全部去執行 其實就是解放軍做的事情 就交給警察做 你想想 我們那時候也預告了 發尾翠翠去解放軍 那大家已經有個結局了 不會的 所以回到你的說法 不會出解放軍 沒有結局的原因 就是她自己亡無頭髒 好像不想結束 她不是的 拖到立法會又再輸了 她選擇了這條路 就沒得完 因為其實她現在跟出解放軍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是 只不過執行戒嚴任務的 是由港鐵 是由警察去執行的 她解放軍反而是甚麼 她會令到矛盾一下升高 是甚麼 國際的制裁 國際的制裁 所以她不要政治代價 所以她是一個很自然的方法 總之就是你香港人殺香港人 所以簡單總結就是 比當年的六四更慘 我覺得是慘很多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 我要吃飯 約了九點半 九點半 節目結束之前 提醒大家 轉數快 FPS 2629640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另外 要提提大家 我們正在計劃這些公仔頭 後面這些 去歐洲做一個國際宣傳活動 希望將香港人的這些 訴求 在中共對全球民主威脅的情況下 香港人的抗爭 是有一個時代的意義在 因為我們是最先起來 直接抗分共產黨的政策 我覺得香港人這次的運動 最大的意義是這件事 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更加需要 向國際宣揚這個信息 由NBA到OCE 本來我們都擔心西方國家 是為了錢 是不斷和中共要安保 但我們香港人一次過 所以我們就完成所有的機器 至少台灣已經完成了 對一國兩制的信任 絕對崩潰了 你記得半年以前 還叫我們去講宣講團 講一國兩制 現在不用你去 說韓國語點 現在不用了 所以如果大家朋友 你是在歐洲的香港人 你覺得可以幫到我們 去投辦這個活動的話 你可以電郵我們 在KarlunSingjai Gmail.com 你最好有一個計劃 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可以拿到一些展覽的場地 和活動的形式是怎樣 我們就想方法 就是去 第一籌集經費 第二就是 看看用什麼方式去運過來 現在有兩種方法 第一就是如果你是做開貨運的 Cargo的朋友 你可以大約告訴我們 幫幫忙 就是大約如果我們要把這個 百多個公仔投資過去 時間要多久 以及收費又怎樣 提貨的方法等等 因為我們很怕運失了 又很怕去到時候 人生路不熟 不知道怎樣去提貨等等 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在香港組織一個 去歐洲的團 這個團就是匯合當地的香港人 每人拿一兩個 每人拿兩個 帶上飛機 或者寄倉 譬如手持倉兩個 寄倉兩個 你自己的行李帶少些 帶少個寄倉 然後可能40人或者30人 每人帶三個 盡量可以用手提行李的方法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兩樣我們現在都在考慮 當然要求後者籌劃的 要花心去做行政工作 其實就更加大 你幫忙包個飛機 包個飛機 對 因為當年都是拿狀況去北京 要不是你真的購物 只是單靠 當年我們就拿短波三機 就是手持的 但是那時候大陸海關 很幫忙 有很多fax機 你也拿回去 一看到我們就全部放了 這次和30年前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還需要舊市 看可不可以手持 所以記住 如果你是貨運 熟悉貨運的朋友 就可以PM我們 或者E-mail給我們 如果你在當地 在歐洲 例如你在柏林 幾個大城市 我覺得 倫敦 或者是巴黎等等 你是當地的香港人 也曾經發行支持香港的運動 你想我們這個活動 可以在當地的城市舉行的時候 你就想一個計劃 然後告訴我們 我們就組合成一個行程 將它組合成一個行程 即是第一個停止 可能是去Zürich 然後去Berlin 可能是去Paris 去London 因為既然這麼勞私動眾 拿到過去 拿到幾個 我意思是做一個點 你循迴這樣做才有效應 我們就會更新的QR Code 就算你是說法語 說德語 公仔塔後面有QR Code 你一看就可以看到新聞片 也有當地的語言字幕 我們正在準備五種語言的片段 即是寫了字幕上去 有五種不同的QR Code 希望可以將香港人的訊息 我們希望 其實只有一個目標 不是貪得意 也不是什麼嘉年華會 將香港問題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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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個新的方式 將香港人抗爭的活動 帶去全世界 還有什麼呢 遊說歐洲歐盟 還要制裁香港和中國的官員 一些反人道 這個就是你要所謂的 在那個level 如果不是的話 你繼續在街頭那裡 跟警察打 你只會 當初是有用的 我覺得是什麼 是令到那個民憤 一路上升 暴露出一個鎮壓的本質 但現在去到八百九九 但我覺得已經暴露了 所以我覺得 各自努力就是什麼 不同的方法都要試一下 我覺得國際線是令到其中一個讓步 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因為難聽你講的就是 老共不斷說 干涉中國內政 其實就是這一條路 他越說得多 叫你恐怖你香港人 正明這條貼士 他那天外交部都在罵 說我們勾結外國勢力 在遊行裏面握美國旗 即是他介意 所以繼續要握 所以我說這個是 這次運動開拓出來的 就是一個新的做法 以前只有燒美國旗 只有香港人才擁抱這個國際主義 還有你內地很難做得到 第一他驅趕你外國記者 第二你根本上 進不了去外國領事館的人 然後很簡單就是 關門打 然後封鎖新聞 變成了國際戰線很難去作出即時的反應 所以新疆能夠把那個 給紐約時報已經很成功了 他是一些移居了歐洲的維吾爾族的人 我相信是 爆他很嚴重的 新疆當地在地位書記 即是那些 傅爾納等等那些區的地位書記 是對中共的手法極之崩滿 而爆他很嚴重的 因為那些文件 不是普通的一個維吾爾族的維權人士 可以拿得到的 所以這次路透社爆的中紀委也是一樣 習近平總有他的對家 趙樂際也有他的對家 有人說 講到他 香港這場運動 和內部的權鬥是很密切的關係 當然我覺得國際的形勢也有關 就是原本大家都是和中共賺錢 現在發覺 從香港那七百萬人的待遇裡面 已經覺得大家不可以再沉默 我相信西方世界已經很清楚 問題就是他們的政客 什麼時候可以作出一個選擇 在利益和對民主體制的威脅之間 核心價值的威脅之間作出一個選擇 意大利 都相對在歐洲陣營裏面是親中的 現在那間科隆 那間足球學校都不同 德國科隆 科隆足球學校不開 意大利 科隆市長是支持我們的 你知道嗎 科隆市長是支持香港人的 所以馬上停了他 本來打算有錢賺的 而且很簡單 你現在是一個骨牌效應 你不要以為是奧斯爾港元 現在紐西蘭有一個籃球明星支持他 因為他是一個伊斯蘭教徒 所以對阿仙奴球迷來說 是一個很難的抉擇 尤其是內地的 究竟阿仙奴出奧斯爾 還是不出奧斯爾 看不看這個長波 因為當你去到一個對全球的滲透 是利用別人的民主制度 去顛覆別人的國家 用留學生 商界 華民的傳媒 用學術交流的名義 用董建華的基金會 去影響別人的智庫 影響別人的學術機構 影響別人的選舉 跟普京2016年做的事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唯一覺得 黃色經濟圈是 我們可以試做作為一種反抗的 就是在於 因為中共一向都做了很久的藍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 它直接輸出全世界 很簡單 很簡單 中文報紙已經是 全部都收購了 全部都收購了 第一收購了第二 它控制廣告 如果你要賺錢 就一定要批他 快點走 鵬鯉魚打電話 多謝祝大家 今年聖誕快樂 記住支持我們FPS 轉數快 2629640 如果是寄支票 支票抬頭是MGuruLimited 地址是惠葉街116號 聯邦工業大廈2樓 記住 希望大家聖誕快樂 拜拜 沒 Important 揹潤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